我们都是 佛告诉我们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两种业力 引导我们来 第一种 引力 引导我们到人道来 我们同一个业力 这个业力 就是过去生中 你修 无界是善 修得很好 统统都是这个业力 这叫引导 引导你 到世界来 到人道来 人道的业力 是无界是善 你过去没有修这个 你本荷能到这边来 这佛家讲 那不是佛教呢 不是佛教也到人道来了 在中国 他修的是 无能无常 无能无常 跟 无界是善的 相通 都可以到人道来 但是 到人道之后 一生 际欲 不相通 又平复 归鉴 又闲 欲 不消 这是什么业呢 这是满业 满是满足 圆满的满 这个就是 过去生中 是 极握 还是极德 如果你修善 极德 你的满业好 你到这个人间 享受富贵 如果是 不善的业呢 那就是 贫贱 在这一生当中 过得很辛苦 不一样 英国教育里告诉我们 万般皆是命 半天 没有人 所以 儒家 教人 你是贫贱的命 你就守住贫贱 不要有妄想 在这一生当中 多 行善 极德 改善你的命 很多同学 念过辽凡思讯 辽凡先生 你看他 怎样改善他的满业 他正改了 非常有效果 像辽凡先生这样的人 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了 是他把他写出来了 大家知道 别人干的 得到的 没有写成书 所以不知道 只要真正知道 段无修宣 自己怎么样贫苦 都不怨天 不由人 还是 尽心 尽力的 行善 既得 三五年 十几年 环境 马上转过来 那么我自己也是 医疗凡思讯 修的 初修佛 的时候 朱金舟 老居室 送这本书 给我 老居室 是张太炎的 女婿 是我们祖父辈了 他好像大我 三十九岁 祖父辈的 非常慈悲 我们这些年轻人 接受他的教会 那个时候 二十几岁 跟我们讲过 许许多多 因果报应的事情 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的发生在朋友身上 这都看到的 身心不疑